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参与2021响应国际爱与和平乐论坛活动 海极门是一个古老的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师父带领弟子练气功强身健体 修身养性 20多年来走遍五大洲 拜访了101个国家 以中华文化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看到台湾 这样一个优质的文化团体 我们来听听历届的总统如何赞扬太极门 贵会成立35年来 秉持尽忠尽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宗旨 最后同好 这里演习国术 发扬武德 对团整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 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利免敬佩 太极门是古老 气功武士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弘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坚善天下的精神 气势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桌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 为国家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 跟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这一种憋一天 敏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 都能够秉持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 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 我也希望 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打拼 发挥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还记得台总统刚上任时 说要倾听人民的声音 人民如有事情 可以跟他说 如果第一次说了 总统没听见 可以再大声一点 如果依然还是没有听见 可以去跟他拍桌子 那我们来听听以下 金雄先生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的蔡总统说 大家好 我今年78岁 退休前 从事参与烘焙业之职务 因长期工作之压力 身体感到非常不适 四肢也不灵活 于民国一百年 在亲人的推荐下 进入太极门气功养生协会 练气功 至今约十年 在身体上 精神上得到非常多之效果 太极门是一个 修心养性之良好 练功场所 活宽人 对太极门之不实指控的起诉书 开立不实的欠税资料 使我们师兄姐 及师父 龙道子博士 为了此事奔波 在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基真法 法院已清清楚楚 确认太极门 没有税的问题 却仍遭国税局 不服正义法则对待 甚至在2020年8月21日 国税局与执行署 强行违法拍卖 太极门修行道馆预定地 并收归国有 一桩冤税假案 托连至今已25年 这是多么不合理的事件 那是我们太极门 以后该道馆练功所在 现被政府违反收归国有 主旗事者 良心道德何在 将心比心违法官员 践踏太极门 也践踏政府的威信 人生有几个20年 恳请相关单位 本着良心职责 立即处理此案 撤销违法税单 苍天在上 朗朗乾坤 希望最上层的执政党 不要被违法官员骗了 能发现真相 了解事实 平反太极门 25年冤错假案 并归还被行政执行署 违法强行拍卖 及收归国有的太极门土地 让百姓能有幸福的生活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 谢谢大家 谢谢金雄先生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听金花女士 她又有什么话 要对我们的蔡总统说呢 大家好 我是一个家庭主务建东夫 因为身体健康 因言俱锐 加入太极门这个神趣大家 师父教导弟子 要懂得爱自己 更要有能力去爱他 时时还醒自己 务时修改自己的脾气 正向思考 转好念 每天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透过练功打坐 放下执着顺应自感 静心也静心 让身心灵多健康 鞋味勇敢面对人生不同的考虑 更要秉持远近 做对的真的好的事 所以我坚持不使用荣耀和除草剂 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安心 也让环境生态得以有幸 身为太极门的我 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滑税制度 无视人民等负税人群 伤害人民破坏人群 让人毁于所思 太子们民国55年成立直到现在 都是气功武术修行安排 弟子阵营师父的禁私 就像过年过节 我们包给父母的红包 完全没有税的问题 唯独八十到八十五年 愿意侯官人检察官 利用政治诊数宗教撒黑之名 捏造不实的起诉书 迫害太极门 污子太极门 撒期讨论税 而侯官人捏造出来的 假案假税单 在民国九十六年七月十三号 法院已经判解 太极门无罪无税 违缘税监期征法 并认定弟子阵营师父的禁私礼 为阵营 太极门师兄师姐之间的电工 是待判性子 并非典力万寿 九十八年 羁押的全数被告 也今获得国家宴益赔偿 一百零八年师活税期终于将八十八二到八十五五个年度的禁私礼相关的课税储备全部更正为零 但且如流同性时的八十一年度未更正 然而在一百零七年最高行政法业也认定八十一年的税单是错误 假税单应该要撤销 但是刑案平缓十四年以来 政府非但没有遵守法业判决 更没有诚信 一百零九日 太极门修行道场预定地 还被违缓 强行派卖收归国人 这就是政府公然抢国民产 难道没有法事 没有天理了吗 人生有多少个二十五年 正义或许会迟到 但正义不能永远不到 希望官员勇于认错 正用良心去正义 来决定太极门二十五年的人权迫害人 反太极门经法 让冤错解案不再 人民得以在快乐的土地上安身 让户税人权与国际人权两红约结果 走向真正的民族与自由 谢谢大家 谢谢金花女士的分享 正义可以迟到 不可以不到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 慕芝先生 他又有什么话要跟我们的总统说呢 大家好 我是一位小老百姓 有话想对小英总统说 我今年你七十岁 在太极门练气功修生养性 十五年了 原本身体不好 影响工作练气后身体改善 还能继续为生活打拼 现在退休的生活 并无忧无灾 快乐的过生活 这都是太极门给我的 全家也一起在太极门练气功 欢喜修行 这么好的地方 且因为口宽能检查官 牧师的起诉 让国税局开出 违法税当造成 太极门冤错假案二十五年 虽然密经一二三成 至最高刑事怀院判决确定 太极门五岁 法院已经访给师徒清白 相关被羁押者也获得国家冤狱赔偿 为什么到现在 岁岸还莫平凡 国家哪里出了问题 去年新竹执行署 回法强制拍卖 太极门修行圣地 不禁令人怀疑 这么急着拍卖 是不是有奖励金可以拿 回法官员 媚哲两心 知华广华 都没有被乘处至今 还声光天明和战 小英总统 我一直都非常支持你 你冷心看到上良百姓 被政府机关 回法官员破坏吗 小英总统 你说过太极门在展门 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 忍见度 你知道太极门的好 只是被违法官员骗了吧 相信你会为太极门师徒 获得真正的平凡 请你拿出魄 请你拿出魄力 把康光污吏一一乘除 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 您有牵食 让台湾人民 冤有真正的人权自由 我在此呼吁政府 平反假案 歸还太极门土地 谢谢大家 小老百姓的心愿很简单 只希望冤错假案 能获得真正的平凡 违法官员 能够获得该有的陈处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秀卵女士 又有什么话 要跟我们的小英总统说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帝子 林秀卵 15年前 正处于身心健康失衡时 因缘聚会加入了太极门 修炼师父传授的心器功夫 感受稀土的奥妙 并舒展筋骨 一年后改善了困扰我多年的偏头痛 颈椎骨刺 以及脊椎挤压造成脚酸的折腾 师父教我性命双修 学阴阳平衡的智慧 凡事正面思考 让原本自事求好心切 爱生分气的我 抛开烦恼 找回健康 学习改变自己 欢喜付出 爱自己 爱家人 懂得感恩 身边的人 因而我的家庭 练得幸福圆满了 可是 万万没想到一个 教人向好 向上 向善 弘扬中华国粹文化 促进国人身心灵健康的团体 竟然受到政治整数迫害 长达25年 85年12月19日 因为政府进行宗教整数 太极门因而被波及 当年担任检察官 侯宽人 违反侦查不公开原则 带着 克枪实弹的原警及媒体 违法搜索 违法申办 历经十年七个月 终于在96年7月13日 获得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无罪无税无违反税间激征法 98年 前述被告也获得国家愿意赔偿 然而 当时由刑案难前起诉衍生而来的错误税单 国税局不仅为依法撤销 甚至还在109年8月21日 国税局与执行署强行违法拍卖太极门修行 并收归国有 如此残害人民行径 被台湾各界专家学者痛批 是国家的耻辱 一个检察官的违法滥权 造成了太极门蒙冤25年 至今仍然无法解决 非常令人痛心 敢问 这是人权法治的台湾吗 竟然如此伤害我的师父与师兄姐 前立委罗淑雷领事 曾公开大声疾呼 太极门案件若没有解决 台湾就没有人权可言 因深感遭受法税迫害的悲痛 三年前 我加入法税改革联盟当志工 参加了多场论坛 得知台湾法税的缺失 我和志工在街头邀民众联署 发传单 宣导法税常识 会有民众诉说他们 被不合理的克税 却只能敢怒不敢言 违法克税严重的侵犯人民财产权 所以要支持法税改革 让台湾有个健全的税制 保障人民应有公平公正的赋税人权 最后我要呼吁蔡英文总统和相关政府官员 本于职责解决平反太极门案件 尽速归反太极门道馆议定地 以彰显总统人权立国的实际行动与决心 国家本来是保护人民的 不该沦为迫害人民的筷子手 新冠肺炎自2020年初一直蔓延至今 身为第一线的医护人员莱茵小姐 对于法税改革 对于太极门冤错假案 他又有什么话要跟小英总统说 我们一起来听听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目前从事护理工作 我在85年入门至今已25年了 两个儿女也从小在太极门长大 在师父爱的教导下 我们不仅身心灵获得改善 也学会了做人处事的道理与价值 然而这么好的地方 在85年12月19日 因为政治整肃 宗教少黑 让我们师门蒙难 当时侯宽人检察官 无中生有 浩大喜功 不经查证 违法滥权 带着鹤枪时代的警察 与媒体办案 我们面对了许多的舆论压力 因此 也流失了许多的师兄师姐 这样的冤 这样的痛 是难以形容的 而师父 却要我们 用何 用忍去面对 明白是非 对错 坚持做对的事 提醒我们 修道无止境 更要努力 民国86年 国税局 根据侯宽人检察官 不实起诉书 对太极门开出 1991到1996年度的税单 经过二十几年的行政救济 中区 与台北国税局 在2019年年底 将其中五个年度的税单 更正为零 却独留 1992年度的税单 没有更正处理 继续开出违法税单 侵害我们的财产欠 然而96年7月13日 最高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 太极门无罪 无税 无违反税捐基征法 弟子正成师父的禁施礼 属于正与性质 所有的事实证明 太极门是清白的 然而国税局为了绩效奖金 还是开出违法税单 还欺骗人民欺骗国家 无奈痛心 国家非但没有重视我们的宗教 信仰 自由 人权 还在2020年8月21日 强行拍卖我们的修行圣地 收归国有 做出天理难容的事 我哭着 呐喊着 堂上一点珠 百姓千滴血啊 国家简直像土匪强盗一样 残害人民啊 每每暂次看到断圆残壁的家园 内心肝肠寸断 但我知道 要坚持做对的事 纵使如此 仍摧毁不了我们的修道心 与捍卫家园的决心 最近 承办太极门案的税务员 史月生亲自证理 整起迫害案 就是由侯宽人检察官 主导捏造的假案 史月生坦诚 太极门案很有问题 何况检察官根本没有证据 金额资料解释不清 施压要他就这样办 甚至找他去做伪证 套圈圈 打混做样子 短短几句话 不但证实太极门案 根本就是无中生有 侯宽人检察官 被监察院确定八大违法 但这始作俑者 还升官为连政署副署长 没有得到应有的陈处 一人犯错 祸及全国 一人之过 祸及全球啊 实在是愧对公务人员 与民主法治的先行先远 为了公平正义 我参加了十年 凯道税改倡议活动 参加许多法税论坛 跑遍政府官员 民意代表 村里长等拜会成情 更常常参与揭宣 推广法税改革联署 记得第一次 我高举着法税改革联盟的牌子 走到众多人的实质路口 第一次 摩托车绑着骑子 骑骗大姐小巷 我感到此生是无比荣耀 是多么光荣啊 因为我知道 我是在做伟大而有意义的事 我们用爱与和平的方式诉求 声声呼喊 法税改革良心救台湾 台湾法治体制迫切需要改革 呼吁小英总统自立税务改革 终止冤案良心治国 平反冤案还太极门一个公道 谢谢大家 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 人生有几个25年 一个优质的文化团体 遭受国家迫害25年 够久 蔡英文总统 您听到了人民的声音 请您拿出你的魄力 颜承违法官员 还给太极门师徒一个真正的公平争议 将没收回国有的财产归还给太极门师徒 真正落实以人权立国 今天感谢大家的收看 接下来以这部影片送给大家 期待台湾早日真正的人权立国 我愿意志愿 我愿意志愿 美丽心旧 主的世界有名 依然 welcoming 日月星辰有飛鱼 那世前后永辰去 天生万物有权力 旭有平等与人缺 人在何方何苦涩 人人有权得尊重 这名可归自由高 平凡法治中人权 愿意得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皆皆皆 人人有快乐 家家皆幸福 守护良心 爱地球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何必 世界共民向人选 愿意得良心 几分希望 人人有良心 天下皆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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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 守护人选为何必 天地有爱与何必 世界共民相人选 人选之上 放生平等 天地有爱与何必